提起部队,大家都能想到铁甲洪流的陆军,翱翔天际的空军,武器精良的海军,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火箭军。 其实还有一支部队往往被人忽略,此部队拥有几十个师,而且兵种丰富,步兵,炮兵,装甲兵应有尽有,最特殊的在于中央央军认为规定,这支部队的军衔分为三等八级,而且最高只能是少将,究竟是哪支部队呢?答案就是,预备一部队,全程人民解决放军预备一部队,为什么说它特殊呢? 熟悉部队军衔的人都知道,我国采荣的是三等时级的军衔制,分别是第一等的将官,上将,中将,少将,第二等的下官,大校,少校,中校,少校,第三等的卫官,上外,中外,上外,但预备一部队只有三等八级,也就是少了将官中的上将和中将,最高只到少将,这是为什么呢? 是由预备一部队的特殊性决定的,1955年,预备一部队首次建立,后来曾一度取消,不过在接见国外先进经验以后,中,王阳军原本就恢复了预备一制度,从部队的构成来看,他主要以建议军人为骨干,但是数量比较少,以民兵为基础, 退伍的军人和富人的军人为主要成分,再加上一些预备一的军官和士兵,构成了预备一部队,也就是说,预备一部队其实,并非一支纯粹意义上的现一部队,但又比普通的民兵组织更加专业化,具有明显的平战结合的特点,平时就隶属于省军区管辖, 暂时又会被调入现一部队,形势非常的灵活,从部队的人员数量上来看,有数十个师的兵力,包括步兵,炮兵,工程兵,以及各类技术兵种,他们每年是要达到240小时的训练任务,千万不要小看了预备一这支部队,世界各国都有这样一种制度,作为一种兵员储备,在两次世界大战中,预备一部队, 也都加入了战场,发挥了他们的价值,预备一的士兵主要分两类,一类是民兵和28岁以下的退伍军人,另外一类是18到35岁的男性轰敏,入伍后,也可以不断晋升,从普通预备一士兵,最高可以晋升位少将,由于部队的特殊性,少将也是预备一的最高军衔了,当兵光荣,所以,无论是哪个兵种,在人们心中, 都是最可爱的人,为国家,为人民,付出他们的汗水,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,本文系转载自360个人图书馆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信息,学习交流, 并不代表本人供电和对其真实性负责,如涉及作品内容,版权和其他问题,请在30日内与本人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。 在此向援助就表示感谢与敬意。